1969年 那个时候 美国留学生 盛行的一件事情 就是办包机回国 在北加州呢 有黄伟成跟罗才 在南加州呢 有 南加州中国同学会 举办的 这个也是包机回国 那个时候的南加州中国同学会的 那个核心人物 就是黄天忠 王世辰跟孙荣周 黄天忠他现在是 在海湘两岸都是算 相当有名的教授 那王世辰更有名 他是 那个王又珍的弟弟 所以他在台湾也是非常有名 孙荣周呢 我最近 没有他的消息 搞不太清楚 当初他们三个人 因为办包机呢 大概因为财政 就那个经济方面 那个 搞得不太清楚 有三个人 就是说 弄的那个情况非常不好 那刚好他们三位 在那个时候也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就是叫我来 就是出任费长 那我就 就是 没有答应 那后来他们也透过 那个 找了那个总领事刘邦彦 还有那个 那个领事 程序局领事 来跟我讲 所以我就提出一个要求 就请他们 就是说 第一个需要改组 第二个呢 就需要公开的选举 后来我们就在 在1969年的那个 大概十月份 就是 他们把那个 南加州中国同学会 就是正式的在 在南加州大学的 Numan Center 就是举行 就是举行那个 公开选举 就是除了我自己是 那个参选之外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个 一位朋友叫高义 那个高义的来头也不小 他有 就是现在的那个 那个 那个孙英善 他们的那个 在后面支持他 所以当初 两派 也是竞选的非常激烈 当年 当天那个选举的时候 来的差不多200多人 结果我大概 赢了那个高义 赢了这个 赢得不到10票 所以这个竞选 也是非常的那个惊险 那个时候办那个同学会 在当年 在我当任会长那一年呢 刚好有很多 很多事情 就凑在一起 比如说蒋经国 他在来美国访问 这个被 被台独的人打了 打了两枪 所以 当然有惊无险 所以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同学会就帮他 举行了一个很大的 那个 酒会 还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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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副总统 他也来过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那个时候计政 他也在 在洛杉矶 在那个训练 所以每次他 每次那个计政的那个 去出赛的时候 我们就组织一些朋友 帮他去 帮他去助威 帮他去助威 贷款这个事情 那 就是江山带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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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初 就是一代 旧人换新人 现在 又有很多 那个同学会 也许现在的同学会 跟以前没有关系 这就是当年 就1969到1979年的时候 这个同学会的一种状况 好 谢谢